在农村,很多人家都会种植丝瓜,有时候,丝巴老了会晒干,晒出来的丝巴嚷,是洗碗刷锅的好材料,既环保又无公害,深受家庭主妇的欢迎。 不过,就是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丝巴嚷,在有个地方却做成了出口赚外汇的宝贝,远消美国、日本、阿拉伯、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。 在江西甫州就有这样一家公司,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就专注种植丝瓜嚷,不过,真正产生革命性影响的,还是因为一双鞋的诞生。 从2000年后,这家公司开始使用丝瓜嚷做鞋,制成了号称天下第一鞋的产品,从此走鞘市场。 据了解,当地采用公司加协会加基地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,因为小小的丝巴嚷,带动将西省5000多户村民种植丝瓜一万多亩。 利用丝巴洛制作加工生产的丝巴洛布鞋、床垫、预据等近200个产品走鞘国际市场,远消美国、日本、阿拉伯、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,使农户走上致富路。 1992年,公司创始人黄油水筹资10万元,在东乡县虎形山创办丝瓜洛加工厂,研制开发丝瓜洛拖鞋、预金等保健品。 刚开始,由于品种比较单一、产量较小,经济效益一时尚不去。 对此,黄油水带领加工厂技术人员加大研发力度,研制出丝瓜洛产品176个品种。 由于产销对路,订单开始慢慢增加。 作为省级一村一品的示范企业,成功走出了最具特色的产业, 也让原本刷碗的丝瓜洛,成了村民致富的法宝。